计程车驾驶因为工作时间较长 生活作息较不固定且缺乏运动 健康容易出毛病 为了让驾驶及早发现身体方面的警讯 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1523个名额 免费健康检查 报名时间到10月31号 呼吁驾驶尽早报名 因为健康驾驶朋友他的工作时间比较长 而且作息较不固定 那如果又缺乏运动的话 其实身体很容易出现一些警讯 那我们这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呢 他们都让驾驶朋友可以及早发现 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 然后有助于后续的一个追踪跟治疗 那也对那个乘客的安全有一些保障 那这一次的健康检查呢 它总共是价值市值7000元 有24项的一个检查项目 那同时也结合了职业驾照的一个审验的体检项目 所以是没有了 那目前呢 现在我们今年有4家的一个特院医院可以供选择 那医院的位置其实分布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那现在报名的资格呢 主要是针对涉及在台北市 而且06有效的职业驾照 以及职业登记诊的一个职业驾驶人 那报名的时间就从即日起 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 那总共有名额是1523人哦 所以额满为止哦 那目前其实已经有 我们已经接到一些部分的驾驶已经陆陆续续在做一个报名了 那另外整个报名的窗口呢 是在台北市的5个计程车服务站 以及4个公共会都会协助做一个报名的部分 那接下来是整个台北市的一个计程车的服务站的一个服务项目 现在目前台北市有5个计程车服务站 那现况有提供的一些服务设施呢 比如说是每次停车有2小时的一个免费的部分 免费停车 以及有24小时的一个沐浴乳测以及饮水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在平假日的9点到下午5点的部分 其实也有提供一个休憩跟月览跟观赏电视的一个月览的空间 那另外也有提供一些拍压的打气机啊 以及血压机的使用 以及旧车的一个行动电源的租借部分 那针对大直服务站的部分 也有一个自助洗车机的一个服务的部分 那后面我们会针对今年所特别的服务 就是我们在5处的服务站 都有全面设置电动车的一个充电的设施 以及我们今年也会启动健康金融理财 以及法律咨询的一些课程服务 现在目前北北基桃的一个电动车 总共有328辆的一个电动机轮车 那我们整个机轮车服务站 只要是机轮车驾驶朋友 他们的车辆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服务站去做使用 那目前我们已经全面设置了每一个服务站 两柱25k瓦的一个快充的设施 那在110年其实是首先先启用大直站 那今年就是把建国中山瑞光以及公館站 这4站也做一个全面的设置 那针对健康讲座的部分呢 我们在今年也从2月开始就是针对5个服务站 总共针对驾驶朋友最常询问的一些问题 或关心的问题 去做一个6个主题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针对他们的那个三高的部分 血压、血脂、血糖的一个预防以及用药的安全 那另外也针对就是药物的分类 以及服药的一些重要性的部分 我们是请联合医院他们协助派员来到那个服务站 去做一个宣讲跟驾驶朋友做一个就是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另外如果他们有一些就是本身的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会议里面去做一个就是大家互相做一个交流 另外针对那个金融理财的部分呢 因为驾驶朋友其实他们常常会关心就是投资理财的问题 以及有一些债务的部分或是卡贷的部分 或是一些盲务借款、贷款或是一些借款的部分 这部分呢我们也请了专家到那个五个服务站 去做一个金融的一个讲座 那这部分其实可以借由这个讲座部分去厘清一些 就是他们有没有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就是实际上在自己 自己一律面或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然后可以做一些咨询 最后是针对法律辅助的部分 这个法律辅助的部分呢我们今年是启动的 它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法律辅助 也就是驾驶朋友他可以针对他个人的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可以一对一的跟御师去做一些咨询跟洽询 那这些服务费用的这些服务其实都是免费的 我们总共是在这四个站 建国大直、中山以及瑞光去做一个咨询 那当然如果驾驶朋友他预先已经有想好他要咨询的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服务站的那个服务人员先做登记 那我们也会先把这个资讯 先请那个我们的那个律师事务所那边 可以先预做一些准备跟咨询的一些资料 目前台北市五个计程车服务站皆可报名 另外服务站的讲座、健康卫教、法律辅助等服务 也欢迎驾驶人利用 设施也提供司机休息环境 透过充分休息借此提升乘车品质与服务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